非常放心 因为曾经有人说过 加冬的5D2 所谓的就是咱们说的5D2 5D2 有的人快门用100万次还在用呢 300万次还在用呢 具体的咱自己也不能考证 但是 我可以说明白的一点就是 5D2当初是一款战斗型相机 无数的影楼 无数的儿童摄影店 无数的专业的个人的工作室 都在使用5D2 所以说 加冬的相机 做工好吗 看起来一般般 但实际上 用的时候 那是做工真好 你一看相机看着就着实 用起来 实际上跟加能没什么区别 那主要做工 主要的东西在哪呢 快门的耐久测试度上来说 加能现在也都是30万次 40万次 这种耐久性测试 所以说一款相机你尽情的用 不用操心什么 所以说 从加能的耐久性上来说 机器做工上来说 你包括它的大透子系列 什么 这些 EDS3系列的相机 现在还有好多追捧着 不断的在玩味 不断的翻回去在玩 尤其是加能的用户 或者说 其他品牌 转到加能的用户 还翻回去购买它的5D2 你比如说二手市场上 5D2特别火 5D4D3特别火 EDS3很火 为什么它火呢 为什么好多人进来 还要翻回去再玩它的 这些系列呢 无非就是想把它弄动 弄通 理解它成像 好 好在哪 好用在哪 这是大家为什么翻回去 把它二手 你看加能的二手特别火爆 加能的相机几乎不愁卖 发上之后就卖了 是吧 任何品牌 任何一款都不是要 只要你价格稍微合适 它在市场上的流动性这么好 证明了什么 大家都不傻 是吧 证明了它真的是好呀 所以说 别看谁对焦快 加能现在也都追上来了 加能现在出来的R23 眼控对焦 你们有吗 别的相机品牌有吗 所以说 加能现在玩的这个眼控对焦 说不好听的话 不新鲜 为什么不新鲜呢 前二十多年 它就它就有了 它原来的US50 US55上 胶片机的时候就有 我那时候就买它的胶片机 我那时候差点买US3 或者说是55 US50D 那时候就是 50 那时候就是 基本是入门嘛 相当于尼康的F80嘛 在那两个相机之间 你可以选一个 那时候加能就有眼控对焦 胶片时代 所以说它现在用的这个眼控对焦 只是把它的性能什么的提升了 但并不新鲜 为什么呢 它以前就有这技术 是吧 现在搞得你 死你 你对焦快 我来眼控对焦 眼睛看哪 焦点对哪 这技术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 加能 有什么好 没什么不好 但是 其他所有的相机 还都没法跟它抗和 所以说 加能什么好 加能成像好呀 一台相机 要的是什么 我要相机干什么 我要相机又不是砸核桃 我要你的做工那么硬干啥 我要相机就是照相 所以说 一台相机 照相出来好 就是它的命埋呀 你对焦再快 你出来那相片不好看 颜色不行 我要你对焦那么快干啥呀 是吧 你那个做工事的 砸核桃都行 你成像灰不垃圾的 不行呀 我要你干啥 我买一台相机 就是为了照相好 是吧 所以我买的相机 是留下那块 照相好的那块相机 哪个相机照相好 就是那最不满意 最烂的那个相机 加能相机 所以说 我有时候老说 加能相机好 有的人老觉得 我给加能打广告 那似的 好像加能给我什么钱了似的 他买的 他一分钱也没给我 是吧 我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我只是把我的经验 告诉给后来着 告诉给我亲爱的摄影朋友们 是吧 和新进摄影圈子的人 我不拿一分钱利润 没有一分钱的这个利益优害 所以说 别的相机都有他的拿手绝活 核心 没掌握住 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照相要好 是吧 所以说 加能 还是厉害 包括他的科技力量 还是厉害 他的镜头的 成系统化 从很广的广角 到大长焦 你光一看这个体育赛事的记者 野生动物的记者摄影者们 一出来都是白炮 那都是加能 是吧 搞专业的人 大家都不傻 都在互相研究呢 弄得很清楚 你比如说现在摄像领域 索尼的相机 一军突起 但大家对他的色彩 什么很有诟病了 新锐 大家好多人玩 索尼就是对焦快 玩 但实际上 索尼 索尼你一旦把它集成买了 那后面镜头 为什么加能镜头现在贵呢 大家觉得贵呢 加能哪一款镜头 比索尼的镜头贵了 同规格的 我想问问大家 哪一款 比索尼的贵 没有 加能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呢 尤其他的RF系列 出来之后这么贵呢 那都是索尼带坏了 索尼那所有的镜头 出来那价格都贵得离谱 你怎么玩 光就让你玩那551.8去 玩那些 弄个标签 弄个菜丝镜头 弄弄弄的 说不好听的 那真一般般 是吧 加能现在出来这个 你像大三元 十 十五三五 二四七零 七零二百 全都出来了 早都卖了 好长时间了 你随便用 是吧 你们刚吃了一个七零二百 二代现在就炒作的不得了 F1 七零二百 色你的 是吧 你想这加能这个 五十一点二都 都玩了快二十年了 你刚现在吃了一个五十一点二 那你这差的差的差的远着呢 你的时候就不对呀 是吧 所以说 加能现在把常用镜头的 RF系列全出来了 大三元不用说 小三元都都齐了 十四三五 啊 然后这个七零二百四都出来了 二四一零五 是吧 小三元 大三元 超三元还马上出来了呢 超三元早就出来 其中一款最常用的 二八七零二 那 售纸现在卖到快三万了 卖到三万了 刚刚的 绝对堪比定交镜头 是吧 所以说 加能的 加能 在影像行业内 还是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说 开个玩笑 加能那么差 我为什么还要用加能 我是交了好多学费的呀 尼康全套 全系列 所有机身镜头 二百毫米以下的镜头 我全用过呀 没有一个没买过的 加能也是全系列全套 全买过了 全都用过了 然后 索尼都试用过 没买过 为什么呢 每次试用 我就特别不满意 所以我就没买 就回来了 一直到现在 我基本上经常去试 这个索尼 都没买 因为实话实说 我用加能 虽然加能这么好 对加能还不满意呀 所以我就也试富士 也是索尼 就常用的 就这几个相机 包括哈苏 我都试过 是吧 最终确定 只能用 加能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收看 爱的 摄友圈子里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想你们了 这阵子呀 我总是做这个 陕西画观众方言的节目 所以说呢 摄友的节目 都做的少了 冷落了 今天 必须做一下 必须做一下摄友的节目 这期节目 主要给大家 谈一下 加能相机的最新的RF顶级镜头 目前 加能三款RF的定焦镜头 超级牛 哪三款呢 RF51.2 RF85.2 跟DJ 还有一个就是RF 100毫米微距 这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呀 超级牛 为什么说超级牛呢 目前带领着 佳能光学素质的 最高境界 没有别的可选 这镜头现在卖的多少钱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加能的51.2 可能是12000买的 现在二手的需要 一万五到一万六 全新的卖到一万八了 你想想 它好不好 肯定好 我把俩 51.2都卖了 那我是玩出来了 为什么说这三只镜头 现在真的好呢 不是半戏一星半点的好 是太牛了 这三个镜头我都有 我都有啊 有些人老觉得 为什么最新的器材我都买呢 是不是我特别有钱 我确实挺有钱的 我确实挺有钱的 钱不是问题 我就想要好东西 我就想要好东西 这个镜头好到什么程度 首先咱们说 RF的51.2 这只镜头 如果是看一个小电影 为什么说好呢 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 这只几只镜头 不光是照相好 他摄像现在特别牛 关键是 这是重重之重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进入了这个视频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镜头的这个研发 与摄像挂上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RF为什么厉害 他摄像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跟电影一样 特别牛 第一 最近对焦距离近了 0.4可以随便玩了 第二 焦外虚化超级好 第三 他拍摄的照片啊 这镜头就跟没玻璃似的 显像性特别好 就跟你眼睛直接看到的物体 没有任何阻拦 没有任何经过镜片过滤的素质一样 真是 特别真实 还好看 那一个镜头里边十几个镜片呢 那照出来那个相机跟没镜片一样 超级棒 显像性特别好 不说什么立体色彩 都一流的 所以说目前来说 佳能几款镜头里边 RF的51.2 我个人 个人 仅一加之言 我个人认为51.2是最好的 后来出了个85.2 RF的85.2 一出来我就买了 我用了 佳能的85.2之后 感觉它的素质 没有RF 51.2做得好 实话实说 但是85.2现在 因为它焦段长呀 可能人像摄影里边常用 卖到了一万八千多 那个带散焦的那个呢 卖到了两万多 价格不便宜 但说实话价格也不贵 为什么呢 索尼镜头出来之后 索尼这个家伙价格 匆匆匆标上去了 所以搞得佳能一看 这怎么着 我这产品也不比索尼差呀 那我也不便宜 所以现在 佳能这RF 镜头出来之后 哇 一列收割你的财产 一系列 在摄影爱好者和专业摄影领域里边 割麦子 都贵呀 2470我买 2470好价好 一万七千九买的 现在你要买一个RF51.2 一万七 买一个佳能的 这个RF的 八五一点二 两万 是吧 都不便宜呀 原来EF的镜头 哪有这么贵 没这么贵 而且现在还没货 不过这两天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镜头 毕竟它产量 产量在那放着 然后需求可能比较少 就是RF的 一百微距 这只镜头 现在已经低于一万了 一万以下就能买到 刚开始的时候 卖一万六 一万五千九 我买的是 一万零九百 素质超级好 细腻 清澈 画面干净 哎 在这儿要说一点 有些这个爱好者 或者说有些玩家 经常老说呢 哎 那五十一点二 跟五十一点 一点四 光圈就差那么一点 就没什么差别 真的错了 他们的顶级镜头 不仅仅是分辨率高 它那个成像特干净 就这个色彩掺杀特少 真就像我说的刚说的 就跟眼睛看到的一样 就像这个镜头没玻璃一样 特别棒 但是你别的镜头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五十一点八素质也特别好 那照片不干净 特别浑杂浑浊 那五十一点二那照片就特清 特别显像性特别好 立体感 焦外什么不用说了 五十一点二那焦外虚化的 哎呀 那种散焦过斗的特别舒服 而且这些超高级镜头拍出来的照片 一点不晕 所以说大家 你不用信说什么 驶马了 藤龙了 镜头成像也不差 是确实好 不差 包括尼康 说实话 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晕 佳能牛逼就牛逼在这了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我现在把这几大品牌玩过之后 佳能确实是最牛逼的 这是我是仅仅一家之言 我不跟人家抬杠 不跟谁反对 我目前的认知来说 佳能就是最牛逼的 东西确实好呀 而且你想要啥 他就给你能造出来啥 你不服不行 大三元不用说了 现在1535 2.8 2470 2.8 70 28 2.8 全出了 小四席也有了 1435 是吗 那70 24都有了 你要啥 他给你弄啥 你比如说定交 这也是一样 定交现在这个 RF出的有点慢 其实我现在最想等的是定交的 RF 24 1.4 或者退一步来说 出个35 1.2也行 因为现在进入这个视频领域了 我得摄像啊 有时候手持相机 我得我得拍着 尽量能轻一点 越轻越好 为啥以后进行视频领域了 你镜头轻一点 但是他最近出了一个16 2.8 很便宜的镜头 这个确实不错 这个镜头 我估计主要就是针对 Vlog Vlog者们出的镜头 就是视频博主们出的一个镜头 我也很期待 毕竟呢 手持我自拍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16 2.8 所以说 RF51.2 85 1.2 100毫米微距 这三只镜头的成像素质 目前在佳能 所有光学素质领域里面 已经是非常非常牛的镜头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 RF的400和RF的600 它的素质更牛 价格更贵 一只镜头都十多万 甚至二十万 那个就是说 咱们不是咱常用的 咱基本上不太聊这些镜头 我个人一般不太聊 200毫米以上的镜头 我都说的少 我现在还买了一个 佳能的RF的100 500 红圈镜头 这只镜头素质也非常好 它是替代原来的 佳能的大白头 像以佳能的EF的100 400 二代 替代它了 所以说给它按一红圈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拍鸟的人很多 因为鸟是漂亮 器材贵 我可以写 那是人家的事 咱不甘愿 所以说我一般聊的话 镜头聊的都是 200毫米以下的镜头 关于这三只镜头 我重点是想 在评论区和大家互动 RF的51.2 85 1.2 100毫米微距 这三只镜头我都有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对这三只镜头 想要了解它什么 评论区 我跟大家多互动 这个节目 我就是抛砖引语 我想跟大家的评论区探讨 大家提出问题 我多给大家回答 多给大家探讨 然后把这三只镜头 了解透彻 用好它 尽量多用 我现在买了这几个镜头了 都在那放着 为啥呢 我这天天看闺女呢 我这现在小闺女一岁多 我天天看她 真没时间用 我也着急 着急也没用 看孩子头等大事 你没办法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观看 大家好 这期节目 做一个什么节目呢 单反相机 在摄影领域 还能有多久的生命力 是这样一个话题 实话实说 我个人 现在 把单反都卖完了 就剩下一个佳能的6D 是因为我那个是个全新的相机 卖的话太便宜了 我舍不得卖 放在那也没多少钱 偶尔我给闺女拍点照呀 或者说上街上去拍点计时 我还能偶尔用一下 当个背机吧 6D这款相机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就留下来 因为便宜嘛 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就是说 我个人来说 我把佳能的1DX3 5D4 5DSR都卖掉了 尼康的D5 尼康的这个 最顶级的单反相机 我全都卖掉了 那么从我一个个人的这种转变来说 单反相机 在摄影领域的生命力 很快就会被无反跟微单代替 因为影像的事情 也是在翻天覆地的在演化改进 我们从静态影像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动态影像 那么动态影像来说 不管是相机也好 单反也好 微单也好 手机也好 我们的表现形式 已经从静态影像 转化到了视频模式 那么视频模式下 我们对一台相机的这个要求变了 所以微单应运而生 像我现在给大家录像的这个小机器 是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卡片机 佳能的G7X3 因为我要是拍个Vlog 我要是做个视频什么的 轻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当时用单反的时候 我经常拿着第五 220端着 那时候网络上有些人说 老师相机太重了 我那时候就不理解 相机重 相机重你别搞摄影了 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反对人说 相机重 相机越重越好呀 那好镜头和好机身没轻的 包括现在进入这个微单领域 也是这样 但是 但是时代在改变 我们的需求在改变 轻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很重要的一个需求 我现在买镜头就叫它轻 我现在用一个RF的51.8 我这两天还等那个RF的16 2.8呢 为什么 轻呀 我现在也逐渐的往视频方面发展 学习 因为我搞静态影像搞了20多年了 人像摄影拍了20多年 那么这个问题 在普遍的社会当中 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命力 我相信 很快单反就要落寞 那有些人说了 他就喜欢单反啊 他就还追随着单反呢 他这话说的是自己骗自己 他要有钱更新 要舍得花钱更新 并不是 有的人啊 买器材并不是没钱 他是不舍得 如果说他觉得值 他想花 那早全都转微单了 谁还用单反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了什么呢 出现在了这个微单 价格太贵 价格下不来呀 太贵了 单反还能扛一阵 如果是静态摄影 还有这个摄影工作室呀 摄影店呀 不加视频的这些摄影方面呀 微单还能扛一阵子 因为相机厂家已经都不再做单反的研发了 基本上就处于准停产状态 所以说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有些人跟我抬抬 那我就用单反 我就不喜欢这个微单 那是钱没到位 钱到位你也换了 实话实说 那现在还有用胶片的呢 现在还有用那个 还有用那个大画幅的呢 还有用手动对焦 手动坐机的呢 还有玩针孔的呢 那咱不反对 咱说的是大潮流 大潮流 大潮流来说 你比如说人有玩小众的 有玩胶片的 有玩单反的 这属于小众了 咱们从大的潮流 摄影潮流来说 微单 目前来说 已经取代了单反 因为在我们这些新锐 或者说各个方面的 这个摄影摄像领域 这个微单已经非常火爆了 就是说无反 无反相机 像佳能的这个R5R6 索尼的A73 什么A333系列的 一系列 非常火 进入这个微单领域之后 尼康这个脚步太慢了 尼康本身 这个成像就是差点意思 灰不垃圾的 难受 所以说他自己不思进去 已经现在弄得 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现在重点就是 佳能 索尼 富士 尼康边缘化了头 原来我是尼康的这个忠实用户 所以说 单反还能维持多久 根据自己兜里的钱 有钱的 或者说思想先进的 全都早换成这个专威了 谁还用单反 我也是去年把我的单反 基本上都都都出掉了 全都换掉了 我现在用佳能的R6 佳能的R6 现在成了我的主打相机了 因为在佳能这几个相机里边来说 可选和可买的 目前就剩下R6了 其他的相机 都有各方面的这个 综合性能 参售价格 各个方面的来说 R6是目前佳能的当红花旦 最值得购买的一款相机 就像当年的佳能5D2一样 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相机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 R5价格太贵 我能多出一个镜头钱来 我玩一个顶级镜头多好 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R6的成像特点 还有这个号称有EDX3的 这个什么传感器 还是什么的这个加持 非常好 机器反应也很迅速 就是网络那个传输 好像没有EDX3快 EDX3那个无线网 往手机里传照片 真的揍揍的 然后R6啊R5啊R2P啊 这都稍微慢一点 我是把这个V单已经玩了一遍了 所以说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 取决于你对摄影的认知 和腰包里的钱的多少 从理念上来说 V单和转V 现在已经取代了单反 我个人就是一个实力 而且我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摄影师 我都从这个单反 顶级的单反 全都抛弃 换成这个V单了 那这是一个倾向 从我个人的 我一个人的这种感受和时代这个把握上 就能感受到单反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和日常使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要进入到视频领域 我们有很多的视频的需求 视频的需求来说 这个V单的摄影摄像这个方便程度远远的高于单反 远远的高于单反 太方便了 而且他就专门为这个摄影摄像提供了很大的科学设计 所以说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没什么可维持的 现在谁还买单反 如果现在谁买相机让我推荐 我全都推荐无法 我绝不可能推荐单反 除非他很固执很固傲说 我就要单反 那行 那你就用单反吧 不管是从成像来说 还是从使用这个情况来说 V单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方便 非常轻巧 非常舒服 改变了我们的拍摄方式 因为他现在有这个眼部识别对焦 平衡 ata 看一下 D 7 7 7 8 8 8 9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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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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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我们现在把他天天挂在嘴上 非常可爱 非常的什么 但是就像我前几期节目做的似的 我们的很多日常用语都来自于那 有很多人就忌讳 说这是脏话呀什么的 所以我个人一直不认为这是脏话 虽然现在为了推广某一种语言 就去贬低另一种语言的形成 说他不文明或者说是脏话 这个就像以后我们的后人 说我们这段人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这段历史也是非常不光彩的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历史也是非常不好 没有什么好事留下来 我的父亲们给我们留下不好的东西 就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比较敏感 政治的东西他有些东西不能说 是吗 那么牵扯到你奶球的这个词的过程当中 奶就是比如说挨打呀 挨干呀 他就是背 背了最后他是一个被动的词 被动的词特指女性 那么现在这个词已经有了 你比如说 哎 你奶球的呀 回着说 这个哎 问奶球的 问奶球哈的 意思是 他个人 特别坏 啊 那么一般指好话的时候 说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接近一个虚词 或者说接近一个口头禅 但是这个话 这三个字 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 那他就是一个不好的词 就像我刚说的 骂人 哎 我也奶球的 哈松 那么在用到这种语境和环境下的话 这个词 他就不是好词了 但是就是像我说的 刚两个人在一桌子上吃饭 哎 你奶球的 这些东西呀 那这就是非常友好 关系特别铁的人 才能当面说 你奶球的 哎 那是特别友好 铁 才说你奶球的 那么这个词的本意 大家听了之后 大家总觉得 说不出嘴 或者什么的 但是 我在 前几期节目里边 都讲了 很多语言都来自于那 来自于那点事 比如说上几期讲的 寡癖了 这个癖感了 啊 这这些 谁癖了 啊 这些 对 来得也能 还有男的那个 男的那个 日巴刹 啊 这这些词 都也正来自于那 那么所以说 我们的语言形成 其实和 其他国家和地区 民族 是一样的 所有的 语言的形成 都和日常生活有关 从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演变 改进 爱来 那我们日常生活 人类或者说其他任何动物 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事 是什么 第一 是吃 维持生命 第二 是 盖纳善 繁衍生命 所以说 最重要的两点 就是 维持生命 和繁衍生命 那么最关注的是什么 那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事 维持我们的生命 和繁衍生命 再不断的进行 几千年历史的演变 战争 争夺 各方面 无非就是这两件事 是吧 人活到底 活到最本性的东西 那就是为了 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么就是吃 吃喝用 那你吃 吃的话 你就牵扯到了 柴米油盐 酱醋茶 那嘴的东西 那就牵扯到了 能源的争夺 地盘的挣脱 我有多大面积的地 可以吃饭 我有多少能源可以用 煤炭 电水 我可以用 那日常生活 产生了很多语言 那围维绕着我们的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奶酋的 奶酋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形成了 无数的围绕着那块地方的 语言 少数民族 外国 都这样 别的咱不懂 最起码外国人 说Fuck you 我操 也是他妈操你的意思 是吧 那 骂人啊 或者说激情表达的时候 或者说感叹的时候 都说 那一块的词 那证明大家最激动的 最感叹人的词 都来自于那一块 比如说北京人说 哇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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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这段子 那么就是一个感叹词 但是这感叹词总有由来呀 卧槽是什么意思 是吧 那在陕西就是 那跟我操是一样的意思 特别感动的时候 哇 什么 这妹的恨 那是特别感动 那所以说 不能说 那一块的词 咱们就把它非得要定义成脏话 我对这个定义 反对 是吧 反对有效没效 咱不管 表示反对 就跟现在 咱们抗争没有用 没有用 表示抗争 就行了 所以说 我们的无数语言 其实都 从 隐身在 那一块 都是从那 演变 隐身而来 那么我们 最后还非得要把它排斥成一种脏话 说 切而不用之 说 我们先进了 我们那块 越来越不能谈了 哇 那其实是落后了呢 还是先进了呢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对那块定性应该是 美好而浪漫 并不是 说的脏 忌讳 那么这个 这个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的文人骚客 文人末客 贪官 污吏 有钱人 最后不都围绕着那点 美好的事情 在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吗 是不是 所以说 不能把那块定性为 那个 那如果是那个的话 为什么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什么人 啊 首先都 都那块事 他咋那多呢 那块问题咋那多呢 是吧 古今如此 所以说 但如果你是陕西关中人 这四大美食 大部分人 都知道 尤其是 五十岁以上的人 今天我直接 讲述四大美食 是什么 现在就揭晓答案 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 减水泡沫 嘿嘿 这个 我相信五十岁往上的 所有人都知道 减水泡沫 这是补育了 我们亿万观众儿女的 最重要的一道 绝密美食 这道美食呢 不光补育了我们自己 也补育了我们的父辈们 我们的父辈们 的父辈们 也是用这种方式 补育长大的 现在的孩子们 特别幸福 你像我有一小闺女 现在 每天几百种吃的 又有主食 又有水果 又有肉肉 又有零食 又有冰淇淋 又无数好吃的东西 而在我们陕西关中 五十岁往上的人 小时候 尤其是在婴儿的时候 怎么长大的 都是吃 加水泡沫 长大的 第二个食物 除了妈妈的母乳外 第二个食物 就是嚼碎了的馒头 给她吃 这就叫补 什么叫补 补育补育 补就是把这个东西 妈妈自己在嘴里嚼嚼 嚼完了之后 吐出来 然后给小孩吃 我们小时候 就是这么长大的 现在的人 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 啊 那多脏呀 不卫生呀 真错了 这个补育啊 是一个伟大的一个 一个补育方式 是我们人类 可能比较原始的 补育方式 因为这个小孩 在婴儿的时候 他还没长大呢 妈妈嘴里嚼完了 这个东西 他经过唾液 和这个 一些霉的这个微分解 然后再吐出来 给孩子吃 其实他是帮助 孩子消化了一部分 而且带着妈妈身上的 这个 各种这个 这个免疫功能 进入自己的体内 你想想啊 婴儿啊 他还没到一岁呢 还没到半岁呢 他他没 那时候没有奶粉 没有奶粉 有的话 也一般穷人也买不起 穷人就是给孩子 吃点嚼馒头 嚼完了之后 给他吃 嚼馒头 还有就是 再大一点点 就是 煎水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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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观众人知道 其他地人不知道 煎水泡沫是啥 这是一道 伟大的美食 所以说 陕西 关中 四大 伟大的 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 就是 煎水泡沫 煎水泡沫 为什么说 它是最伟大的呢 因为它是 补育我们生命 初期的 不可缺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 煎水泡沫 很伟大 四大美食 我直接全说出来 四大美食 是什么 第一大美食 煎水泡沫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特 第三大美食 敢打面 第四大美食 油泡辣子假摸 这四个 这四个美食 是陕西 关中腹地 最伟大的 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 它最伟大 因为 陕西关中的 亿瓦儿女 都是吃着 这四大美食 从婴儿 一直成长为 成人 那么说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桃 红豆子蜜桃 这个东西是 陕西关中人 爱喝米汤 米汤是什么 他就是把这个 粥 在北京 在北方来说 他们熬的这个稀饭 在陕西 那都太稠了 陕西人讲究 这个米汤 就是一锅汤里边 放不点米就行 然后主要有红豆 陕西人爱吃红豆 红豆绿豆 这都大云豆 都爱吃 陕西人爱吃豆子 尤其是关中人 红豆子蜜桃 他是把这个米汤 熬的特别稀 直接能当水 喝里边 然后有米 有豆 这叫红豆子蜜桃 陕西人 骂人的时候 或者说开玩笑的时候 说 假如 他比我小几岁 我说他的时候说 哎 你还不行 再火几年 豆子蜜桃再来 哎 意思是 他这豆豆米汤 喝的还不够碎手 还得再喝几年 意思是 他这个能耐还不够 哎 你现在你比如说 一个 十一二岁小孩 想跟一个 十九岁 二十岁的小伙子打架 这大一点的 二十岁的小伙子 就会说 这个十岁小孩 哎 你玩还不行 再火几年 豆豆蜜桃 那你可想而知 这个豆豆蜜桃 在陕西关中 有多么重要 不可估量的重要 为什么呢 他直接说明了 是你成长的 生命的周期 用豆豆蜜桃来计算 这是不得了的 豆豆蜜桃 也可以给婴儿喝 婴儿喝这个 就是这个米汤 米汤 米汤 面汤 面粥 都可以补育小婴儿 小婴儿 那么这个小婴儿 长得一般长成了 或者豆豆蜜桃 喝得我们大长大的 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吃面条 陕西关中人 最最重要的 一天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顿饭 也就是午饭 我们叫赏饭 是什么 那就是面 面里面的最重要的面来说 一般家庭条件好的 我小时候的时候 来一碗嘎桥面 这就是我说的三大美食 第四大美食的第三大美食 干打面 干打面 打是捞的意思 就是捞面 赶桥面 就是这个面里边不带汤 干捞出来 一瞧 瞧就指的是放桥料 放点盐 那时候也没酱油啥的 少 放点盐 放点葱花 一半 在家庭条件好的 搁点油泡辣的 干捞面 这干打面 来一捞碗 太过瘾了 那时候人家穷 大部分家庭都吃的是汤面 那么能让你吃一碗 干打面 这就是很厉害的待遇了 非常好的待遇了 就是这面里边不带汤 让你捞一碗吃 这是很高的待遇了 所以说 你常年在外的陕西人 时间长了 你都惦记 蝶一碗面 陕西人 管每每的吃一度 叫蝶 蝶一碗面 蝶上我给你吃啥 吃一啥 蝶了两碗面 蝶一碗面 蝶是美美的吃一顿的意思 蝶面的嘛 蝶就是狼吞火焰的吃 叫蝶 再就是吃的过瘾 叫蝶 美美的吃一顿 也叫蝶 这个蝶有好多种意思 所以说蝶一碗面 这就是吃的很过瘾 再一个是蝶一碗面 如果我说蝶一碗面 这就是狼吞火焰的蝶一碗 就狠狠地吃一顿的意思 这就是 这就是 盖蝶面 啊 第四大美食 就是有点馋嘴了 馋嘴了怎么说呢 第四大美食 油泼辣子假磨 哎呀 这你想想都过瘾 尤其是陕西观众人 谁想到这个油泼辣子 谁知道过瘾 为什么呢 我小的时候 都是家家自己种麦子 家家自己磨面 然后每一家自己蒸馒头 那么蒸馒头在陕西关中地区 就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啊 隔两三天会蒸一次馒头 啊 我们老家叫蒸馍 借借馍 借借馍 你借一劲的 就叫借借馍 啊 后来管着叫北济馍 啊 其实叫借借馍 借 借借馍 啊 北济馍 后来咱们演变成这个叫北济馍了 啊 我也不懂 啊 在西安这种城市叫北济馍 那个饼叫北济馍 其实这个按照原来传统的叫借借馍 啊 刚蒸出来的大馍呀 它这么大个的 比现在咱那小圆的这么大点的那大多了 这么大 刚蒸出来这个热馍呀 如果这儿有一盘油泡辣子 那么油泡辣子先量供应 不是你随便想吃多少吃多少 说小孩加多了大人会打他的 你一个馒头加那么多啊 吃得了吗 再一个就是舍不得呀 大人知道这买辣的面也贵呀 油更贵呀 谁吃得起那油泡辣的 有的人都拿酱油凑拌辣的吃 干拌 穷呀 所以说油泡辣的夹磨就是刚蒸出来这热馍头 这油泡辣子 往里一抹 抹满了 一捏 几口 干一个馍头 我年轻的时候 一顿曾经干过十几个馒头 那时候力量大 身体也瘦 能吃啊 十六七岁 那时候真能吃 一顿 那个馒头 我直接一尝尝了一剔 一剔里就十多个馒头 我一顿能吃十个以上 馒头 那都是自己加磨的麦子粉呀 那馒头蒸出来都是卖香味 而且家庭条件不好的都是全卖馒头 为什么呢 就是黑面馒头 全卖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用那细的 这叫白面馒头 我们老家吃那个谁要那时候吃那个馍 说培馍 我们老家说培是培 培馍 外壳子 培馍馍 培馍那是相当羡慕了 别人相当羡慕 一般情况下大家吃的都是黑面馒头 白面留着做面条屎啊 谁蒸馒头哪白面蒸 是吧 白面馒头 还有一个 那时候的人家里都有猪油 哎呀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热蒸出来的热馒头里边 把那个猪油罐子偷偷的掀开 趁妈妈不注意 进去之后 玩两勺猪油 往那热馒头里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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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诺 这样一抹 撒一点盐 开捏 哎呀 豬肉 子油价茉 比游薄超辣子还好吃 它有肉香味 那猪油都是炼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熟油 它是熟 熟香味 那热馒头把那个凉的那个猪油在里边一烤化 再撒几粒盐你夹着吃 人间美味 哪像现在这孩子 我儿子整天的啥好吃的搁那儿都没食欲 所以说人就是个贱皮子货 想当初我们通过这四大绝密美食 这四大伟大的这四种美食 隐喻了亿万观众儿女 你想想我们这我现在是五十岁 五十岁五十岁往上的人 都经历过 解水泡沫 红豆子蜜桃 甘打面 油泡辣子甲摸 至现在观众所有农村的人 也都是这样吃 虽然大家有钱了 房子盖的特别好了 工作也有 有车有房 而且都是二层楼 家庭条件也好 但是大家的饮食 基本没什么变化 那么在这些食的之外呢 我们经常还有一些 我今天讲的这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这四大美食是补育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我们平时还有一些很讲究的吃法 那就多了 那就多了 你比如说今天下雨呢 今天我这录节目外边下雨 一到这种下雨的时候 我们老家就会吃红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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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我们管主的这个主的这个叫饺 叫各大 管蒸的就叫饺子 蒸饺 我们煮的不能叫饺子 我们煮的这只能叫各大 蒸的这个才叫饺子 蒸的这个才叫饺子 所以我们有蒸饺 在下面的以后的节目里面 我会给大家逐渐讲我们的美食 比如说蒸饺 自卷 怎么做 怎么构成 怎么香 后面的节目 我给大家讲 今天我讲的这四大美食 主要是补育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所以说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补育和维持了我们的生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观评论区 感谢陕西关中地区的人留言和发表意见 陕西之外的朋友 我们关中的饮食文化 我们的四大美食 你 以前 知道吗 所以说 提起陕西的美食 大家都知道 羊肉泡沫 表表面 这是 不对的 现代的美食 是这样 羊肉泡沫 也是我们 陕西的 非常好 非常大的美食 但是这个美食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边逐渐细讲 这个美食是在我们生命 维持我们生命之外的营养改善食物 我们以后的比如说像这个蒸脚啊 本期节目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陕西话继续跟大家说两个词 一个是细话 另一个是 我也 今天这两个词 在关中方言里边也是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的词 陕西 关中方言有好多万能词 什么叫万能词呢 就是一词多义 就是说这个词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但是用在任何一个地方意思都不一样 所以说方言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是一词多义 例如我现在今天讲的这两个词 一个是细话 一个是我也 我先从我也讲起来 假如说 人家说 哎 那谁那媳妇物理受伤了我也的恨 那这个我也就指的他家里边干净整洁 有规则 哎 这就是说他家 我也的恨 那比如说 人家这个房子盖的漂亮 做工精致 哎 布局合理 怎么说 哎 你这房子盖的我也 这个我也 就指的是他家的房子盖的布局合理 漂亮 精致 这也叫我也 我也在这儿就是精致 漂亮 布局合理 啊 各种意思 那么刚才说人家媳妇那个家里收拾的我也 那意思是表示我也就是 表示干净 整洁 哎 收拾的合理 收纳的特别有有规矩 哎 这就叫我也 那么我也还有好多词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跟朋友吃饭这一桌子菜做的特别好 哎 哎 这个我呀 那么我也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在这块就单指这一桌子菜 丰盛 哎 好吃 体面 这就叫我也 哎 那比如说说 哎 这房车 我也得看 哎 那这个在这儿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这个房车 用头广泛 哎 你买的还挺好 哎 他是一个议会词 议会词 所以说这个我也就是好多 说 哎 比如说说 哎 人家这个节目做的我也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那就是说 这个节目做的 哎 有那 还好玩 有看点 那就说 我也 所以说陕西人这个我也 他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万能词 凡是遇到美好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我也 是吧 说 哎 你看人家那媳妇长得这么一样 哎 也可以用我也 啊 说你盖雷猪圈盖得特别漂亮 也可以说 哎 哎 你还这活走的我也 哎 嘿 这次全我也 哎 嘿嘿 也可以用我也 那么我也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现在把这个翻译成一个一个这个口头禅的话 这个我也 在陕西观众化里面几乎能变成一个我只要想赞美 我只要想夸谁什么东西 我用我也大部分都可以 啊 我这有做的草稿 我有时候看呀 啊 所以说一个我也有一万个意思 这个大家一定要要把他弄弄弄明白 嗯 还有就是我也这个这个词啊 是一个议会词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都很完美的展示了他的意思 但只有陕西人能懂 例如把一个英雄 就是大将 啊 把一个坏人打了一顿 看热闹人议论的时候也可以说 哎 你还这死 总有我也 点了一顿 我也 没 哎 意思是这个打他是正义的 打得对 那么陕西人就在这儿就会把他议会成 这个我也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民除害 这件事做的好的意思 所以说 这个我也呀 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情况下 大部分都能使用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讲的 什么 刮皮了 你把皮改了 这些话 为什么都成为口头禅了呢 成为口头禅的话不得了 什么 就是 一词多艺 最后变成了议会词 那么议会词就是方言 最有魅力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具体意思 但是他什么意思都有 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方言的魅力就是 本地人可以议会 根据语气的轻重 说话的轻重 语调的声扬 轻重 一个人的情绪和表情的配合 就能明白一个词 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 就是 一词多艺 所以说 方言 魅力无穷 值得 记录 所以说 你比如说 口头禅 哎呀 你这房车我也的恨 人家外房车 十多点 我也的恨 这一座子发 我也的恨 这都能用 我业 你想 让我把我业用在哪 我基本都能用 为什么呢 他就是一词多艺 意会词 所以说 方言 博大精深的地方 和 高端 有文化的地方 就在于 一词多艺 一词 无艺 没有一个具体的意思 但又有一万种意思 哎 你就去谢吧 啊 你比如说 说一件物品 我也 那意思是 做工精致 考究 哎 说人媳妇把屋里收拾的 我也 那就是干净 整洁的意思 哎 呃 还有啊 我看一看 还有就是说 你穿了一件 金大衣 好看 哎 你这大畅 我也很 你这一套衣服 漂亮 他也可以用 我也 哎 说你这双鞋好 也可以 耶 啊 你这鞋我也 意思 你这鞋又漂亮 又结实 又好看 估计穿着也舒服 说你这鞋我也 哎 有羡慕 羡慕的成分在里面 啊 所以这我也 你看这个 这个他有 他有无数这种词 所以说 我也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接近口头禅的 万能词 陕西话里边 有无数万能词 也就是这个词 放在哪都行 有一万种的意思 那你想 我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我也 给大家指引一下 用一个词 可以 把我也 翻译的差不多 这个词 在普通话里边叫什么呢 我也 在普通话里边 我也 就等于 完美的意思 哎 如果说翻译成完美 那么 接近普通话的词 普通话也有议会词 比如说这个 我也 这个完美 那他不能说 还没有说像 陕西方言 关中方言 这种 这种议会更深 就是说 但是 大家也可以理解 你比如说 他是怎么说呢 比如说 哎 你觉得 我这房车怎么样 人就两字 哎 完美 哎 完美 那你就是议会 他说的是房车完美 还是你的价钱完美 还是这房车漂亮 还是你买的这事过程完美 他一个完美 你就理解这是个好词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 你自己议会 这就是好玩就好玩在这 今天 这桌的饭吃的怎么样 完美 哎 你看这个完美 也是个万能词 这个完美呀 就相当于是陕西的我眼 但是还没有我眼那个语境 和词义更好 但是 已经接近了 因为完美 大家能用在口头禅上吗 有一段时间 大家把这个完美 经常用在口头禅上 问你这个事干的怎么样 完美 哎 普通话里的议会词 完美 所以说 陕西关中方言 有无数的词 是议会词 一词多译 他没有具体的意思 但是他又把所有的意思 都表达明白了 那么你学这个 学这个方言 你就太难了 那真的不是学个汉语 学个普通话这么简单 他 他不能用文词表达吗 你比如说像我举例说明的 人说你的 你的东西怎么样 说好 好 这就是一般好 一般般 那么 说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么就是 比较好 不错 那么再说一下 你的东西怎么样 好 那就是特别好 那就是特别好 那么在 普通话或者文字表达里边 都是一个好字 都是一个好字 那你这个好 在 陕西方言里边都是一个字 那么你在普通话里边 可能就会说 一般 比较好 特别好 非常好 好得不得了 是吧 那你翻译的话 是这样翻译 五种意思 但在 观中方言里边 就都是一个字 好 那这个好就来了 这个好就是 好多种意思呀 他议会词 都是一个好字 那么普通话 可能是 便学习 大白话嘛 然后把懂 有些东西 可能说的比较清楚 但是失去了 方言 应该有的那种味道 和 词 深层的词意 那你比如说 人说 好 这个好 是一般好 还凑合 我理解你 不容易了 你这是 就是凑合事呢 说你做的 不用心 都是一个好 那这个好 说的轻一点 是吧 人家 陕西人 他这个说好 他后边 还有好多词呢 好得很 好 真好 和这 好 他这个好里边 你普通话 又翻译不了 他跟你那个 非常好 特别好 好得不得了 还不一样 他都是特别好 他里边有赞美 有期许 有埋怨 有各种 各种意思的 一种好 还有羡慕 嫉妒恨 也是好 所以说 这就是 大概举例说明 一个词 一个词的意思 都是一词多意 那么这个 我也是什么意思 就接近于 完美 漂亮 做工精致 考究 整理的 收纳的非常好 各种意思 在里面 我也就是一个 完美 漂亮 等于 接近等于 完美 漂亮 的意思 但是你还解释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 完美 这个 这个 我也跟完美 画一等号 让大家好理解 但并不是 等于就是 我也就是完美 接近 所以说 今天这期节目 就到这 这期节目 本来是讲两个词 讲是细谎和我也 结果就讲一个词 讲一个我也 其实我每一期节目 讲一个词 大家能理解的更好 评论区留言 咱们互动 把这个词探讨的 也更到位一点 更到位一点 然后呢 看他都能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的家乡 如果说 我也 你们家乡 有一个什么词 和我也 相近呢 这个我也 我相信 陕西 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 包括甘肃一些地区 山西一些地区 河南一些地区 可能都都能听懂 我也 因为这个词 肯定就是 以前 官话的一个词 现在没有了 语言也在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变化 不断地废弃 所以我为什么着急地把方言记录下来 我和大家 共同努力 把这个方言通过影音 记录下来 我现在这个评论区 有很多这个对方言特别有兴趣的朋友 也在不断地在完善这个 呃 关中方言 我也收录了很多 我慢慢给大家把这个讲 讲出来 咱们把它留成历史啊 通过这个影音 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以后的人 最起码知道 我们当时说完美怎么说 我们说我也 这我也这个词 哎呀 我个人估计 就是都维持不了多久了 包括细谎 细谎我下一期给大家再讲 再做一个节目 把细谎给大家讲透 啊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 我也的恨 拜拜 给大家讲一个陕西 关中方言里边的词 细谎 细谎这个词啊 在陕西关中方言里边 基本上天天可以用 陕西人啊 他这个 有极大的悲情主义色彩 可能因为自己这个 永远是兵家必争之地 谁占据了关中 谁就整个会统治中国 所以说关中这片地方 不得了 所以说 陕西人有一种悲情主义色彩 孤独主义色彩 他又是独狼 又是 这个 特别悲情 枪枪枪靠后 王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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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一声 莫 回来 往后退 王朝鲜 吼一声 秦枪 主要就是吼 吼出来啊 他特别 悲情 荒凉 孤独 呐喊 释放 所以说 陕西人 又有内在的 又有一种就是浪漫主义和豪情的这个情怀 毕竟地处西北 所以说 陕西人 他是崇尚 个人英雄主义的 所以说 你看这个 比如说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 比如说 咱国家的这个 特种兵啊 什么的 这个招收的话 一般比较喜欢这个 陕西人 陕西人 他是独狼主义色彩 所以你看陕西这个 网友 很多网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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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名啦 什么都是什么 西北狼呀 什么的 这个狼一类的 独狼啦 或者什么的 狼 西北人 其实大都崇尚狼 为什么都崇尚狼呢 其实狼 他与这个文化有关系 陕西人 为什么也崇拜狼呢 狼头疼 这个是 原来北方民族里边 基本上都上狼 狼都是头疼 什么是狼呢 你看古代说 这个这个 说铲鱼 大铲鱼 铲鱼 大家把它翻译的很好啊 说是铲鱼 其实铲鱼 执意成咱们汉语 就是狼王的意思 就是崇尚狼嘛 说这大铲鱼 大铲鱼就是大狼王 铲鱼就是狼王的意思 所以说西北人上狼的这个历史 可以追溯很久很远 啊 你比如说蒙古 这个铲鱼嘛 都是从这边来的 从西下 西边 北边这边来 都是当时都是叫 那些大铲鱼 其实都是上狼的嘛 所以你看包括西北 我们现在陕西人 好多人也是上狼的 你看这个陕西人 很多这个网名 啥都是什么狼 什么狼 狼 它骨子里边是 是一种 个人英雄主义 它比较孤独 啊 但是比较勇猛 能忍受个人的孤独 与凄惨 所以说陕西人 有悲情主义 那么西晃这个词 西晃这个词 我给大家指引一下啊 西晃跟我上一期 本来上一期是讲两个词 一个西晃 一个我也 那把这两个词分开来讲 就是为多聊一聊 多说一说 其实我讲的还不全 有时候躺在那想的时候 想的特别全 哎呀 这个西晃能用在哪 那个我也能用在哪 想了好多 讲的时候 有时候就就忘了 所以希望评论区 大家跟我互动 西晃这个词啊 要是直译的话 可以直译成 那么说自己西晃的时候 一般就是说 自己可怜 穷魄 日子紧 这是可怜 那说别人西晃的时候 说别人西晃的时候 他带有同情心 哎 说哎 为我西晃 周岁 我打我妈 我的眼 西晃得很 那就是说 这个孩子 从小就没爹没娘 一个孩子 特别可怜的生活 啊 那就带有一定的同情心 所以说西晃 那比如说 哎 我这 这疫情两年多了 我西晃得 坚持不行了 两年多 没有手足吗 哎 西晃得 那意思就是 日子过得特别紧张 可怜得不行 哎 过得紧 西晃 那这个西晃呢 就是我可怜的两年多都没收入了 啊 我日子过得紧 没钱花了 你看我可多可怜 哎 这就是西晃 这就是西晃 还有一个西晃 西晃 他再翻译过来 还有一个意思 哎 你看这个陕西 就是观众方言 就是一词多译 万能词 西晃 还代表哭泣的意思 哎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谁家 老人去世了 这个人就跟另一个人 哎呀 我把人细晃的 意思 哎 把人哭得特别悲伤 这也叫细晃的 细晃的就是特别悲伤的意思 你看 这意思又来了 他本来比如说是可怜的意思 那到这儿又是悲伤 哎 悲情的 悲 特别悲 就是说 哎 你保兮晃了 意思是 你别悲伤 你别哭了 你比如说 他家老人去世了 劝这个人 这个人劝那个人 哎 你个 行了 行了 保兮晃了 哎 差不多了 你 哎 意思是 你别太悲伤了 也别哭了 啊 就这打住吧 哎 那如果说别人家去世了 亲戚去世了 自己就赶紧 哎 那这 咋个 无快的就摸了 哎 外博人可细晃的不行 哎 那这细晃又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细晃 和其他众多的陕西方言的词 是一样的 他都是一词多语 用在哪都行 这个妈和儿子长期没见面 一见面 哎 我挖他细晃的 这 这打野人 你能行吗 不行 他这个时候 我挖细晃的 意思是充满了关心 关怀 和爱 他说他挖细晃的 哎 挖细晃的 那并不是说挖真的可怜 他就是说意思是 哎 我儿子 这一个人挺孤独的 挺那个挺男的 哎 都说我挖细晃的 我挖细晃的意思 其实是充满了关怀 关心 说我儿子一个人孤独寂寞 哎 这就叫细晃 所以说细晃 也是个一词多语的词 这是方言的魅力就在这 所以说评论区里边 能懂细晃的人 咱们多互动 把咱这个陕西观众方言 发扬光大 记录下来 哎 你比如说这个细晃 我跟我 啊你最近弄咋的 你最近弄咋的 哎 我最近细晃 咋的 哎 哎 要 信不跟人跑了 不是细晃的 哎 你说 这也能用细晃 是吧 嗯 这节我得删了 这 我跟我一哥们 见面了 我一哥们 哎 最近晚上细晃的 我一站里 哎 媳妇跟人跑了 我你还带走了 就是说我一个人 细晃的跟上去 哎 这个细晃就是 我一个人 孤独寂寞难耐 也没人给我做饭 也没人照顾我 哎 这个细晃 这个细晃在这儿意思就是 孤独寂寞 悲伤 啊 可怜 啊 等等 他是这意思 他是这意思 所以说这个细晃 他有文化内涵 和词词译的深层意思 都在意会 所以说方言的魅力 大的魅力 就是说他很多深层的意思 只可议会 翻译不出来 那你外地人学的话不好学 这种文化只能靠熏陶 熏陶 就你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的很久了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可言状 就说不出来 就像我刚举例说明的 我这一哥们跟我见面 说细晃 那他的意思是 表示我最近很不顺 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 所以我细晃 那细晃 哎 在这块就是 没人照应 一个人孤独寂寞 各个方面的意思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细晃 还代表哭 悲伤的意思 是吧 人家穷的不行了 也说我跟他细晃 你最近 怎么着 这个 有 收入怎么样 跟他细晃了跟他撒的 意思是我收入很少 没什么收入 这都是悲情主义 然后一般就是 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 比如说像 家里人说话的时候 一张嘴就说 应该细晃 我老婆细晃了吗 他 喜欢让人说他细晃 就是 被人说细晃的意思就是 别人同情我 别人都看我挺可怜的 这意思 所以说细晃的也是一个放在接近口头禅的话 表示我比较难过的时候 也就是用细晃 细晃也等于难过 细晃也等于这个可怜 难过 难过 悲伤 各种意思 就是我在不太顺的时候 比较难的时候 比较悲伤的时候 都可以用细晃 当然说别人细晃的时候 一般是带有这个同情心 和想帮助他 说再一个就是说 我至少我是看见他可怜了 这个是说别人细晃 说自己细晃 还有说自己家人细晃的时候 那是一种安慰和爱 细晃 希望咱们大秦区懂得细晃的人 跟咱在评论区多讨论 看他都能用在哪 咱们多探讨 把咱们的陕西方言 通过影音留下来 细晃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 收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用陕西关中话 给大家读一段 陈忠实先生的白露源 白露源写的就是 陕西关中的真实的事情 他虽然是一部小说 但是他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依据 所以说陈忠实老师 他已经就是超级大师了 他写的这一部小说 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小说 我个人没有 跟没有人是顺帮的 但我会很快 读一句